《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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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4年的9月份 在紐約邀請了大約78個人 來參與我的作品 威爾斯羅斯先生本身 他作為我的藏家 也喜歡我的作品 當時他參與我這個作品的製作 拍攝過程中 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 其他的就說還沒畫完 還沒畫完 他是唯一一個不說話的人 整個畫過程中 從文化角度講 我覺得有在他的內閣裡面 或在他的政府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有一個對藝術特別有熱心的 這麼一個人在的話 那可能對我們整個人群 那可能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未來真的是會發生什麼 誰都沒法預判 在90年代的時候 你想成為藝術家 這真的是天皇夜台 沒有市場 中國當代藝術正好是 隨著08年 整個大的勢頭 所有的目光都在北京 開始有了藝術市場 我那時候也是在那個語境裡面 慢慢地好像 我也有可能 也可能在那一刻一刻 好像就崩放出這種藝術形式去 用身體來表達 既然你想讓我們消失我 好吧 我主動消失自己 然後就表達了自己 創作這種藝術形式 然後從那兒以後 我就一方而不可止 不斷地找出這個問題 我也通過好像這種形式 也找到了自己 和社會的某種關係 我這個作品的名字叫 《直播馬家》 跟我一直堅持創作的線索 是有關係的 就是我在質疑 我和環影的某種關係 我是用直播把北京的這個街景 舞霾那個樣子 通過直播平台把它展示出來 藝術家只是你的職業 你作為一個個體 一個自然人 你對這個當下有思考 是重要的